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答案是三 仙女座星系 能用肉眼看的仙女座星系 因为我们是在北半球 大小麦哲人的星系及三角座星系 要在南半球才看得到 仙女座星系看起来是有点暗淡 难道它很小吗 其实不然 它可是比银河系大两倍了 而且离我们非常的远 距离有250万光年 一般的客机飞翼光年要122万年 所以我们要到仙女座要飞3亿万年 那么我们到底平时看到一颗星星 还是星系呢 我们把星星分成为好几类 这里介绍三类 第一类是太阳系内的行星 最亮的就是金星 第二个呢 是银河系的恒星 就和太阳一样 自己会发光的星星 大约有1000亿到2000亿颗 但是我们肉眼只能看到几十一颗 第三则是少数的银河外星系 也就是如题目所问的 间宇宙星系呢 这个就是银河系以外的星系 大概是50个星系 这个归纳成为叫本系星群 科学家为了了解星体 用许多的层次来说明宇宙之大 那么2500多年前 佛教用了3000大千世界的概念 来描述宇宙 一个大千世界里面 有一千个中千世界 一个中千世界里面 有一千个小千世界 一个小千世界里面 有一千个小世界 一个小世界里面 有一日一月 而地球就类似佛教所说的小世界 如此一来 大千世界里面 共有十亿个小世界 无论是一颗星 或是一个小世界 相对于星系 宇宙或大千世界 其实你我都好比围城 围城的烦恼 也就不是烦恼了 一别人 我都好比较 一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